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政司一方强调 禁制令只是限制身在香港的人 即使有人不知道禁制令的存在 传播有关歌曲 仍然需要扶上法律责任 任何人协助 善惑他人违反禁制令 或者明知而授权 容许他人参与禁制的行为 都属违反禁令 法官陈建强问道 违反禁制令的人可能同时干犯港区国安法 会不会出现一罪两审 律政司一方就说即使是这样 被告都会得到公平审讯 他又说禁制令对言论自由有影响 但歌曲会令人联想反修例事件的暴力 如果没有禁令 歌曲继续传播 会增加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律政司又说 新闻报道并非不受禁制令的规管 但同意不会限制新闻工作者合法地作出和歌曲有关的报道 资深大律师陈乐讯以法庭之有身份陈词 说港府需要清晰指出歌曲上载者有意善话他人分裂国家等 才可以要求网络平台供应商将歌曲下架 否则难以阻止市民上传 律政司一方就说 如果手沉器Google知道禁制令被要求将歌曲影片下架的时候 仍然被他继续传播 就属于违反禁令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申请成为案件的答辩人 法庭以他未有犯罗禁令的行为拒绝他的申请 法官陈建强听完陈词 下星期书面颁布裁决 无线电视记者黎维尔报道 一个退役男人多次在街头用异虎演奏愿荣光归香港被票控 案件在沙田裁判法院开審 控罪说69岁被告李解申 在前年8月至9年9月 分别在旺角和中环 没有合法权限或解释 以及没有警务署长发出许可证 连接抗音器就换异虎 以及在去年6月至9月 分别在大围和中环 没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 而且没有许可证而进行筹款 被告否认全部七项控罪 警方作公说 现场有纸盒并放有现金 旁边的纸张写有无捐字据 又说涉案歌曲具煽动性 被告自便说演奏的歌曲的曲调一样 但是歌词不同 裁判官陈慧敏的后案件 后下星期一续审 香港戈尔夫球会说 就收回部分粉领高球场用地 兴建公营房屋的环境表告 入稳法庭申请司法覆核 政府重新建屋的意向不变 球会说今次司法覆核的申请 主要是针对相关研究 在环平程序上的错误 和不合规定的地方 由于申请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不适合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政府原本计划收回球场32公斤土地 当中9公斤 会建1万2千个的公营房屋 去年环境咨询委员会要求再做环平 以取得更多的生态资料 最终在今年5月 环保署署长有条件批准环平报告 前提是要修改房屋发展报告 例如是降低密度 政府最终将用途改为未决定用途 直至报告修改完毕 估计需时一年 不排除过万个单位数目减少 成规会正在审议中 发展局回复说 球会的司法覆核 不会影响政府 如期在9月1号收回30亿公斤土地 重新将9公斤 会起公营房屋的意向维持不变 至于其余的土地 就会用作保育和看落用途 给市民享用 无线电视记者 袁晓軒 警方在红磡折查一辆可疑私家车 拘捕两个涉嫌贩毒的女人 被捕的两个女人 黑暴蒙头 双手锁上手扣 现场消息说 警方交通部一辆隐形战车 凌晨时分 在启德隧道巡来的时候 偵測到一辆行车证过期的私家车 追到佛光街桥底一个巴士站 将车截停 在车上和疑犯的身上 检获大量 怀疑大麻和大麻製品等怀疑毒品 老板说家人工都请不到人 有必要输入劳工 打工仔就说感受不到家人工 实际是怎样呢 这段时间监表人手怎样 徐文伟是一个餐饮集团的老板 旗下这间新铺在去年11月底开张 但原来当时铺子装修好之后 足足有一个月空档开不了门做生意 原因正正是请不到人 请不到人是零个员工 现在都不是说加百分之几 是可能说譬如你愿意 例如加三千加五千元人工 是不是真的大幅加薪呢 根据今年第一季 餐饮业平均薪金指数是146.4 比起1999年同期上升足足四成多 但如果透除通胀 这24年间新金实际加幅 原来只有不够百分之五 1999年到现在撇除通胀 有5%的上升 你问我 通胀在这23年都是十分之严重 10万、8万、7万、8万请个市盈 没问题的 可能我们就要早餐要去到100、200元 而全港平均新金指数 即使扣除通胀 起这24年间仍然增长百分之三十二 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认为 部分行业薪金增长大幅落后 才是难请人的主因 如果真是很大幅加薪 你有一个很高的人工 你都请不到人 我就相信他了 如果连一个正常的 普通的家福都不到的时候 实际上你说是加了很多人工 去抢人 这个就不是很可信 今年第三季开始 当局会放宽26个低技术工种 输入劳工的限制 并且会缩短审批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张常言报道 俄罗斯拒绝延长黑海粮食协议 令谷物供应出现危机 联合国警告 多个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促请各方 透过对话化解粮食危机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开会 讨论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的影响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格里菲斯说 俄方退出协议之后 世界粮食计划处的数据显示 小麦和粟米的期货价格 分别上升接近9%和8% 粮食价格飙升 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大受打击 目前已经有69个国家 超过3亿6千万人 需要人道援助 预料会有不少人无法生存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就呼吁各方为大局着想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 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 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 粮食危机出发 同联合国有关机构 共同努力 加紧对话协商 坚持相向而行 争取平衡解决 各方合理关切 早日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 粮食与化肥的出口 欧盟驻联合国特使说 欧盟对与联合国合作 寻求恢复协议的解决方案 仍然持开放态度 外电报道 说联合国曾经在 俄方宣布退出协议之前 同欧盟委员会滑船 争取让俄罗斯农业银行 一间子公司 加入Swift国际支付系统 俄罗斯以俄方的诉求 未获满足为理由 星期一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并提出重返协议的条件 包括接纳俄罗斯农业银行 返回Swift 以及为俄方肥料公司的账户 和金融活动解封等等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自己在星期五 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就合作令协议恢复进行初商 强调必须攜手防止 全球陷入量食危机 土耳其总统府就发声明说 埃尔多安是按扎连斯基的要求通电话 进行了长进的讨论 强调土耳其在通话中 作出了重大努力争取和平 土耳其传媒报道说 爱尔多安期望在下个月 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 可以令协议恢复履行 呼吁西方国家考虑俄方的诉求 土耳其外长菲丹就说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联合国 若果认同一份 没有俄方参与的糧食协议 都会承受潜在风险 俄罗斯副外长维尔希宁就说 俄方正研究新的糧食出口路线 并可能和土耳其达成新的糧食协议 前提是满足俄方的条件 受俄方退出协议影响 今个星期从黑海港口 运载谷物的船只数量 比上个星期减少三成半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消息 本地新闻时间 港队男子冰球青年队 在泰国出席邀请赛那阵 为疑同对赛的球员发生肢体冲突 香港兵协和国际兵协暂时未有回应 据《太阳报》美国版的网上报道 事件星期四发生 泰国队以3比0胜出赛事 赛事完结之后 双方握手时怀疑发生冲突 部分穿着蓝黄色队服的港队U18队队员 和泰国队员有肢体冲突 网上片段显示 两队部分队员连工作人员 有尝试分隔相关人士 但是没有反映前因后果 不过翻查网上上载的整条赛事片段 就没见到相关经过 政府正是和内地探讨 是否延长各口岸的开放时间 也都研究是否可以给两地边境人员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 另外当局计划容许免边境检查 内往港深创科员 香港和内地的边境 每日大约有35万人次过关 除了洛马州黄江 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其余陆路口岸深夜和凌晨 都没有客棍过关服务 过不了就过黄江 我觉得它应该24 因为我们回去工作 来来回回的时候 都可能不能方便 时间是长一些的话 你就不用在大陆那里有限制 人可以分散一些 不用定时 比如10点、11点、12点钟 就一定要全部趕过关 在立法会有关北部都会区的小组会议上 议员也都关注口岸服务时间 怎样可以更加方便过关人士 洛马州站的服务时间 是到晚上10点半的 其实同样是铁路口岸的路 是到12点的 是不是都可以将福田口岸 和洛湖口岸看齿 可不可以将这些过旅检的时间 除了24小时可以通关之外 非24小时的可不可以统一到它 它的例子就是我理解 如果能不能够有些时间 可以将它们延长到凌晨2点 我现在暂时得到的一些讯息 就是铁路方面 它大概每一晚收车 能够给它做维修的空窗期 药物是两个小时多些 所以如果再压缩的空间 似乎就不大 当然人手方面会有挑战 我们其实初步和口岸那边 有些初步接触 大家的反应都是积极的 都是值得去探讨的 研究中的措施 还包括澳门多个口岸已经实行的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模式 即是两地出入警人员一起检查证件等 科技发展方面 容许我们用一些生物特征去进行一个清关 这个都是对我们未来在关杂设计方面 那个帮助都挺大的 另外当局透露正是救私系新田科技城 和深圳创科员 给特定人士免边检往来两地 完全是就这样走过来 然后就走过去 不做任何的检查 但是就需要它预先登记 是给我们一些预先认证的人用 那么这些预先认证的人 就只能够去到河吐这一道 卓校业华仍然在研究 两地法规是否容许 再作部署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加拿大一个退休黄家骑警警官 由香港回到温哥华市被捕 他涉嫌获取情报 令中国政府获益 当局根据《信息安全法》起诉他 加拿大蒙特利尔黄家骑警发新闻稿 说60岁的麦克尔利用他的知识 和广大人物关系获取情报 提供有利中国政府的服务 又说他协助中国政府 为法辨识和恐吓他人 加拿大传媒引述黄家骑警发言人说 麦克尔退休之后去到香港居住 在当地公司工作 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涉及一个受中方针对 身处加拿大的人 他星期四回到温哥华市被捕 麦克尔被控两项外国干涉罪 包括代表一个外国实体进行筹备工作 星期五透过视像提堂 而麦克尔的控罪不涉及干预选举或政治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军 南韩说北韩凌晨再发射多枚巡航导弹 韩乱社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报道 北韩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大约4点 向朝鲜半岛西面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 正是与美国情报当局密切分析 加强监察和警戒 北韩在短短一个几星期内接连发射导弹 上个星期三发射一枚火星18型洲制弹道导弹 据估计射程可以覆盖全美国之后 星期三又再由迅安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适逢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肯塔机号 近日停靠南韩釜山港口 北韩曾经揚言 这样是符合了北韩使用核武的条件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接言不当主理机密文件案 排期明年5月20号开审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坎龙说 有关决定是协调控辩双方的要求之后作出 代表政府的控风要求在今年12月开审 而特朗普一方就提出 要在明年11月总统选举之后才審讯 坎龙认为控方要求属于反常 难以确保审讯公平 认同辩方在开审之前 要处理的证供数量庞大 需要时间 77岁的特朗普 涉嫌2021年初 卸任总统之后 保留超过300份的机密文件 被控37项刑事罪 包括未经授权保留机密文件 和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等 特朗普否认指控 经济日报社评 美国前国务轻机身格再度访华 不对比较早前访华的多个现职美国官员 或更多中方官员接见 包括房长李尚福 中方积极和对华理性务实的 美国有息知识沟通 可以视为开启了和美交流的第二渠道 表达中方的立场 向美国政府释出 不要再压制中国的信号 作出另类施压 另一变相 对于美国政界一些鹰派人士 在强调沟通的同时 拒绝顾及中方利益和关切 并试图压制中国发展 沟通就失去意义 明报社评 年过百岁的美国前国务轻机身格 这个星期访华 同时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 也都在高温之下访经 中美博弈现在已经进入相词阶段 上方都有意营造缓和气氛 但都不愿意作实质让步妥协 在中美关系大气候之下 克里的气候合作之旅 未获实成果 也都属于意料中事 尽管北京今下的破纪录高温 突显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但中美的应对立场 仍然有很大不同 克里希望将气候变化 与中美外交分开处理 但是中方认为 美国若果继续打压中国 两国难有任何密切合作 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 各位主持人 各位黎在山 香港高尔夫球会说 就收回部分粉岭高球场用地 蓄公营房屋的环平报告 入稳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政府重申 蓄屋的意向不便 球会说 今次司法覆核的申请 主要是针对相关研究 在环平程序上的错误 和不合规定的地方 由于申请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不适合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政府原本计划收回球场32公斤土地 当中9公斤会建1万2千个的公营房屋 去年环境咨询委员会要求再造环平 以取得更多的生态资料 最终在今年5月 环保署署长有条件批准环平报告 前提是要修改房屋发展报告 例如是降低密度 政府最终将用途改为未决定用途 直至报局修改完毕 估计需时一年 不排除过万个单位数目减少 成规会正在审议中 发展局回复说 球会的司法复核 不会影响政府 如期在9月1号收回32公斤土地 重新将9公斤会起公营房屋的意向维持不变 至于其余的土地 就会用作保育和开乐用途 给市民享用 无线电视机者 吴嘉軒 港带男子冰球青年队 在泰国出席邀请赛的时候 怀疑同对赛的球员发生肢体冲突 香港冰协和国际冰协暂时未有回应 根据《太阳报》美国版的网上报告 事件星期四发生 泰国队以3比0胜出赛事 赛事完结之后 双方握手时怀疑发生冲突 部分穿着蓝黄色队服的港队U18队球员 和泰国队员有之体冲突 网上片段显示 两队部分队员连工作人员 有尝试分隔相关人士 但没有反应前因后果 不过翻查网上上载的整条赛事片段 就未见到相关经过 一个退休男人多次在街头 以疑虎演奏 愿荣光归香港被票控 案件在沙田裁判法院开審 控罪说69岁被告李解新 在前年8月至去年9月 分别在旺角和中环 没有合理权限或解释 以及没有警务处长发出许可证 连接抗音器奏换疑虎 以及在去年6月至9月 分别在大围和中环 没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 而且没有许可证 而进行筹款 被告否认全部七项控罪 警方作公说 现场有纸盒并没有放现金 旁边纸张写有募捐自据 又说涉案歌曲具先动性 被告自便就说 演奏歌曲的曲调一样 但歌词不同 裁判官陈慧敏 押后案件自下星期一续审 警方在红磡折查一辆海尔私家车 拘捕两个涉嫌贩毒的女人 被捕的两个女人黑暴蒙头 双手扣上手扣 现场消息说 警方交通部一辆隐形战车 凌晨时分 在启德隧道巡逻的时候 偵測到一辆行车证过期的私家车 聚至佛光阶桥底一巴士站 将各个车停截停 在车上和疑犯身上 检获大量华尔大麻和大麻祭品等的华尔毒品 以巴达通领取消费券的市民 如果第一期三千元没洗完 未能领取剩下的二千元 即日开始会收到提示短信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 巴达通发放消费券的设计一直不变通 观感上不理想 消费券第二期二千元月中已经可以开始取 不过有100万名透过巴达通取消费券的市民 因为到上个月底合资格消费未达三千元 不少更加只是欠几元 甚至几毫子 而未可以拿到余额 当局曾经就这个设计解释 说巴达通有三千元储值上限 亦希望安排鼓励到市民在指定日期前消费 但一直说研究调高储值限额 就仍然未推出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巴达通应该和其他支付工具画一 到特定日子就拿到消费券的尾数 当局说即日开始 巴达通公司会经电话号码9665-7134 发短信提醒未用完头三千元的人 需要在月底或之前用完 才能够在下个月16号 拿到剩下的二千元 如果到10月31号都未用完 就拿不到原额 如果有关巴达通已经付钱 但合资格消费累积总额仍然未达到要求 就要先分值再作合资格消费 以达到要求 无线电视机写邓杰认报道 疫情期间 不少市民光顾外卖送餐 令到外卖平台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近期有新的竞争者加日本地市场 到底这个市场在日后的发展会如何呢 这间位于中环的餐厅 主打售卖上海生煎包 除了堂食 亦有与外卖平台合作 提供外卖送餐服务 这间餐厅有三至四成的生意 都是来自外卖 与疫情期间差不多 我们五年前已经是跟外卖平台合作了 开始 我自己计算过 就算我请人 我也做不到那么多生意 所以我宁愿跟外卖平台合作 又给回適当的 跟他们策划的佣金 去年一间外卖平台 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在一千名受访者之中 发现过去几年外卖支出都有增加 由四年前大约一千一百元 增加至去年超过一千三百元 增幅大约两成二 而今年五月 就有内地企业旗下外卖平台品牌 加入本地市场 不过有学者就持相反意见 认为本地市场 和区内其他市场的经营环境不同 对外卖平台 可不可以在本地保持长期增长有所保留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密集的城市 我们吃饭都相对方便 下街通常都有 不同国内 很多时候不一定在城市那里 那就要去送 另外我们香港人 社交生活都挺丰富的 很多时候出街吃就整班出去吃 聊聊天 喝酒 不是自己去吃饭 那么简单的 一间在这里可以看到赚钱 但不代表多几间 一定都有个市场 有个足够的空间 事实上为了吸客 这个内地外卖平台早前一来到香港 就声称推出包括送餐免运费等数以亿元的优惠 状态量指出 推出免运费优惠只可以是短期招数 长远可不可以在两大龙头平台 抢走显著的市场战备 仍然要有待观察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远报道 加拿大一个退休皇家骑警警官 由香港回温哥华的时候被捕 他涉嫌获取情报令中国政府获益 当局根据信息安说法起诉他 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骑警发新闻稿 说60岁的麦克尔利利用他的知识 和广大人物关系获取情报 提供有利中国政府的服务 又说他协助中国政府违法辨识和恐吓其他人 加拿大传媒引述黄家骑警发言人 说麦克尔退休之后到香港居住 在当地公司工作 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 涉及一个受中方针对身处加拿大的人 他星期四翻回温哥华的时候被捕 麦克尔被控两项外国干涉罪 包括代表一个外国实体进行筹备工作 星期五透过视像提堂 而麦克尔的控罪不涉及干预选举或政治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因为环保等理由着手限制邮轮洗入 阿姆斯特丹市议会 星期四通过禁止邮轮洗入计划 减少游客量 舒缓环境污染问题 而未位于主要火车站附近的中央邮轮码头要关闭 行政部门正是研究执行细节 未知何时会正式落实 荷兰平均每年吸引大约2000万个游客到访 今年预料有近30万游客 搭超过110艘游轮入境 有研究就说 平均每手邮轮一日排放的废弃相当于3万架货车 欧洲多个城市近年为了减少环境污染 设法限制邮轮的游客数目 其中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前年开始禁止 重超过25000吨的大型船车洗入 而克罗地亚南部的杜布罗夫尼克市 也都已经收紧对邮轮的限制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也都有意限制邮轮的数目 英国国会补选 执政保守党出乎外界预料 保住前首相约翰逊辞任议员之后留下的职位 但在另外两个原本控制的关键选区 就输了被工党和自由民主党 被视为保守党票仓的约克郡选区 塞尔比和安斯帝 在星期四的补选中 由工党以4成6的得票率胜出 相较2019年增加超过21个百分点 当选的25岁工党候选人 成为英国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 英国西南部杀密顿和弗洛姆选区 相较8年再由自由民主党收入囊中 不过前首相约翰逊上个月辞任议员留下圆缺的大伦敦选区 阿克斯布里奇和南奈斯利普 今次再度由保守党候选人拿下 这个选区2010年起一直由保守党控制 外界原本预计保守党会在保选失手 但最终以不够500票的差距保住这个选区 这三场保选被视为下届大选的风向标 手上新卫城说 保选结果表明下届大选并不是已经成定局 英国预计明年大选 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落后工党大约20个百分点 工党党魁斯基言说 工党在塞尔比和安斯帝的胜利 表明要求改变的力量强大 不过有分析认为 工党在部分选区落败 反映该党可能难以在下届大选取得国会多数席位 无线电视记者仍一而报道 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价普遍上升 美汇指数连升第四天 今个星期升大约1.14% 是两个月以来最大升幅 日本银行下星期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日本银行倾向维持控制知识率曲线政策 希望观察多些数据 确定薪酬和通货膨胀正持续上升 美元对日元倍价年升第四天升1.2% 曾经升至今个月10日以来最高 日本财务省财务官陈田真人表示 政府将会考虑所有选项应付会市过度波动 英镑对美元倍价年跌第六个交易日 是去年9月以来最差表现 今个星期跌大约1.8% 是2月初以来最大跌幅 英国零售销售上月加快上升升幅大过预期 在数据公布之后英镑曾经短暂上升 星岛日报星 洪瑞丁的起实施已通行 相信在执行安排上不会出现大问题 唯一考验是今次是首度 在人流最多的海底隧道推行 而且是按不同车种收费 系统能不能够准确识别和收费备守关注 监狱仍然有小部分的的士司机 至今仍然投诉使用易通行遇上问题 当局必须做好应变方案 确保系统遇上小瑕疵 仍然可以大致顺畅运作 若验证成功 对稍后在东岁和西岁实施易通行 起事半公倍之后 还有助配合三岁分流计划 大公报石屏 不必坐飞机由香港赤立国国际机场 前往广州白云机场 半个钟之内抵达 目前这样是不可能 然而随着第二条广深高速铁路 大局抵定 不可能将变成可能 第二条新高铁东管中心站选址确定 明年破土动工 建成之后将经过深圳前海南连 联结香港 未来可望接上港深西部铁路项目 连通香港机场 介事 广深港三大机场将会一线贯通 这个是大湾区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 特区政府和全社会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逼感 紧紧跟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